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牛津大学新冠疫苗的首次人体实验显示前景光明的新闻 7月20日的数据显示,由阿斯利康公司和牛津大学开发的一种实验性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的 并且在早期临床实验中产生了免疫应答 这是该疫苗有望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发表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实验结果显示 这种由阿斯利康和美国牛津大学研制的名为AZD1222的疫苗 没有引发任何严重的副作用 还引发了抗体和T细胞免疫反应 两次接种的人反应最强 然而研究人员提醒说,该项目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阿斯利康已经和世界各国政府签署了协议 如果疫苗被证明有效并且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 它将提供疫苗 该公司表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不会寻求从疫苗中获利 研究人员表示,与对照组相比 疫苗引起的轻微副作用更为频繁 但其中的一些副作用可以通过服用铺热系统来减轻 AZD1222由牛津大学开发 并授权给阿斯利康公司 阿斯利康公司将其投入大规模的后期实验 以测试其功效 该公司还签署了生产和供应超过20亿剂这种疫苗的协议 新的实验包括1077名18岁到55岁 没有新冠病毒病史的健康年轻人 阿斯利康公司